南農國小外面的南農路天橋8月9號晚上 拆除當天早上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 特地協同當地里長到現場關係 這十多年來 孩子越來越少 天橋也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多 而且... 再來就是說 要蓋在319行這條路的腹地 這個... 花埔都會影響到... 這個... 行車安全 因為... 所以說我們議長這裡 會請議長這裡來幫我們道3天 去... 改善我們這裡的道路 把我們這個人行道跟電... 電...電...地下化 我們的天橋的一致 讓我們... 這個... 這個... 南農國小這個腹地 可以越來越看 對... 那個...我們要... 里內要去學校... 小學上學的... 小朋友啊 會比較安全 家長會比較放心 那... 對整體的環境... 看起來... 會比較好 而向中央爭取3700多萬元南農路段改造工程的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也相當欣慰 感謝市政府和營建署的支持 更希望按照三個旗程如期施工 希望將基隆打造成為適合居住的步行城市 就從南農路開始 而第一個階段施工重點就是要拆除南農國小旁邊的天橋 那於是我們在上一屆議員任內 我們就大力的來爭取 然後跟杜發柱做了非常多次的討論 那經過這個林友強市長的同意 我們把這個南農路的這個人行道計劃 中央跟地方合力來做這個爭取經費的完成了 準備今天晚上就要進行這個 終於經過大概三年 我們這整個人行道的計劃 第一階段就要開始來施作 那今天晚上就要把我們南農國小底下這個天橋來拆除 那我們現在特別跟里長來會堪 討論一下相關的一些細節 安全上面的一些設施 那我們接下來南農路 這個過去是有歷史的 南農過去沒有高速公路的時代 南農路就是基隆通往台北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省道 那所以過去是以車型為主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人本城市 我們從上一屆到這一屆 就是大力的在爭取人本城市 人本計劃人行空間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就從南農路 南農國小底下雙側開始做起 讓我們的學童更安全 那我們這個里內 然後天橋是經過整個說明會 學校跟里內大家都同意 然後也希望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進行這個人行道的設計 跟天橋的拆除 因為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轉向其實是很危險的 那人行空間其實非常的不足 然後停等空間也不足 所以我們就把人行空間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設計 不過接下來再等 等紅燈 等紅綠燈的時候也會更安全 人行道會更寬 然後希望在第一階段可以順利完工以後 第二階段我們會往八度的方向做 第二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 第三年的騎乘我們會往市中心做 所以希望在三四年內 如果工程都可以順利 那我們第二階段 其實內政部也已經合定計畫了 那年底公務處就會送 第二階段的預算到議會來 那我想我們會大力在 我希望在議長任內 可以把南農路的這個人行道完成 記者 吳俊松 機動報導